来关心有关于胰脏癌的治疗 胰脏癌被称为是沉默的癌王 在台湾 癌症死亡率是排名第七 因为胰脏是在腹腔的深处 肿瘤发生的初期几乎是没有症状 而发现时通常已经是晚期了 所以治愈的机会是非常的低 为了提升病人的存活率 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跟高雄医学大学合作研究 发现了新的标靶蛋白 能够双重精准的打击 以障碍的阿基里事件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 药物两边同时阻断的时候 那它就会变成是非常的有效 但是先前条件 刚才提到为什么用阿基里事件 这个字眼的话就是 只有突变的病人 也就是刚才提到6到10%的病人 对于这样的药物组合 或是所谓的合并疗化 是特别有效 研究团队在细胞 跟小鼠的实验当中证实 使用M1K跟WNT抑制剂 对变异的胰脏癌细胞 是有强烈的协同毒杀效果 能够有效的抑制 肿瘤的生长 健保署也规划今年5月份 将癌症的病人次世代的基因检测 纳入健保给付 希望研究的结果 能够作为未来一战癌治疗的参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